中道和八正道 这个不是走向极端 而是吹入宗教的生命之道 在佛陀教义之中 一个结出的真理发现是 中道的生活方式 佛陀中谷他们的追随者 修行的方法 是避免极端的縱容 和自我苦行 中道行是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 并不包括由一些外在所受语的教令 而是自我要求道向的道德行为 正确的中道行的实践 并不是懼怕任何外在超自然的代理人 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正确 正当的行为 是一种自我的要求 目的就是要自我正化 中道行是一种有计划的内心途野 和内在进展的过程 如果仅仅只是透过外在的默拜 和其让 是缺不能在正度和洞察威力上 有任何真实的进步 佛陀告诉弟子听 任何人只要依照佛陀 或者宇宙的规律生活 他就会受到宇宙律的引导和保护 只要依法收集 不外于此法而生活 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就是中道行了 中道 另一个名叫做八正道 每一位佛弟子 依照佛所说的八正道 塑造他们的生活 依照这个生活方式 就可以脱离今生 和来世的休苦和灾难 在这个过程中 一个人就能够诸恶莫作 纵善奉行 以正化自心了 八正道好比一张地图 一个旅行者 不知道正确的方向 去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他必须要有一些地图 和享度者 帮助他们达到要去的地方 同样地 八正道就好像那幅地图那样 他指示我们 如何到达人生最后的涅槃境地 八正道是 正见 正师 正语 正业 正名 正精进 正念 和正定 一切人 依此大度 都可以 静化他自己 有些人 无法在精神上 获得进展 他们在此生中 无法达到 阿罗汉果位 更糟糕的是 他们会受到巨大的痛苦 这些人包括了 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破和合增 出佛身血 在佛弟子的眼光中 以下的职业是认为不道德的 根据八正道修行的佛弟子 某些职业是认为不能相容的 例如卖酒 不是药用的那些酒 卖动物给屠夫 贩毒 卖空气 卖肉 有些人说 他们做这些生意 只是为了谋生 所以他们没错 这些争论 完全是没有根据 假使这些理论 是妥当的 这样 小偷 杀人犯 歹徒 兇手 走私者 骗子们 他们都很容易说 他们这些不正当的行为 只是为了他们的生活 所以 他们并没有犯错 有人相信 钓鱼 打猎 是为了娱乐 杀动物 是为了食物 这些并不犯戒 这些都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是对佛法缺乏认识所致 这些行为 都是不高尚的生存方式 虽然佛教徒在这一方面 是有些困难 但是 他们必须选择正当的生活方式 如果以一种错误的方式 去生存或者谋生 这些都是佛法 所不以为言 佛陀 在法句经里面说 与其以不道德 或不自制生活 过了数百年 还不如 以有道德性和默想 地活一天 宁可死于 有教养 和值得尊敬 都不好活得 如同一个邪恶 和狡猾的人 想一想以下圣人 所说的话 最好的功德 莫过于大悲心 最甜蜜的快乐 莫过于心境的宁静 最清静的真理 莫过于无常的存在 最高的宗教 莫过于道德智慧的开展 最伟大的哲理 莫过于教导我们 证实当下能看到的结果 佛教徒的生活方式 根本上是反对崇拜物质生活 和世俗的目标 佛教徒的生活方式 立足于佛陀所教导的 四圣体里面的八正道 实正真理就是体现生死的本质 彻底了解自我 当我们了解到一切现象是无常的 注定是要痛苦的 并且缺乏实在性的 我们就能够确信真实的快乐 是不能够从拥有物质成就之中获得的 要寻求真正的快乐 和指出痛苦的方法 以达到涅槃的境界落 八正道是佛陀最初所教导的灭苦之道 由于佛陀的教导是合逻辑而一致地包含了生活的各个层面 八正道因此而成为 世间仅有的最佳的快乐生活法典 对己对人都有利益 他的目的是在正德涅槃 四圣体不仅适合佛教徒们的羞耻 也都适合每一个肯用心的人 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只要以圣体修行 就能够导向一个 无瑕疵的高尚生活